我直播间的小伙伴问我 男孩子死罪烂打女孩子 就是不理性吗 我总说婚姻体现理性 爱情它不要体现理性 但是为了不体现理性的安全 你要让婚姻的隔位比爱情要高一点 就是在婚姻指导下的爱情 你说我还不想结婚 那你有个善也行 善指导着你这个爱情 就是不要讲理性 就是死罪烂打 可是死罪烂打 大家要注意 女孩子对死罪烂打 是两种感觉的 你不是个女孩子 你男孩子也这样的感觉 是个人就这样感觉 死罪烂打让人感觉有价值吗 让人感觉优越吗 让人感觉被承认吗 让人感觉被共鸣了吗 这是所谓的积极的那个东西 但是他有消极的东西 他感觉被监督了 被恐吓了 那个字念贺还是念下 一个口一个下 感觉被威胁了 感觉被管制了 感觉被强制了 这个东西适合人就不喜欢 所以说你这个死罪烂打 要满足那个积极的东西 你要消除那个消极的东西 任何的女孩子你都追得上 对你死罪烂打 她觉得有面子 但是你真的不能先知人家 什么人家有人身权利的 是吧 这个人身权利 是善才能认识这个人身权利的 要画这个边界的 不是 不是你死罪烂打本身 死罪烂打本身展示有了点欲望吗 这个东西 是没办法分得清边界的 因此这个死罪烂打还要分 比如说这个发生欲望的 就不好分边界 也不好让人感觉有尊严有面子 是善的死罪烂打 觉得有面子 是吧 一个诗人 一个大学教授 一个有才华的人 一个富人 一个温温尔雅的人 对我死罪烂打 人家多有面子 癞蛤蟆 臭狗屎 二溜子 对他死罪烂打 他妈觉得我倒霸八辈子没了 你给他跌 跌价 跌身分 所以你见人家要串名牌 要大方 要仗义 是吧 然后还口吐莲花 会诗歌 比那个 刹特 比这个刹特 刹特 这BT应该有才华 刹特BCT 我已经生成成功了 我用了一页 我昨天一页没睡觉 为什么今天播了晚了一会儿 我弄了一页 我觉得这个刹特BCT 比我水平不高 是吧 不就是这个摆谷歌啊 什么的这个 再加判断吧 不就是这个东西吧 再组织成一个新的东西吧 我觉得它真的不行现在 但是可能将来会行 它里面有不停的训练 你谁都用它 谁都在训练它 我现在不再用那个 我不想再用 我费了好大力气 我才弄成的 你们信不信 我给你们做个截图 你们看一下 你们要信我 我就不给你们截图了吧 你要不信我 我给你们做个截图 你看你们乱七八糟的 弄了一页的你的东西 很烂 你信我吗兄弟 你信我吗 不回答是不是就信我的意思了 我就当你信我了吧 你也不懂 就是那个AI软件吗 很慢的这个登录很慢 折腾了一页 我对它 跟着什么折腾 他们就反正就是说 吹嘘的不得了 现在就行了 速度快了 他们就吹嘘的反正不得了 但是我折腾了一页 我觉得不行了 没法最起码没办法满足我 水平不咋地呀 水平不咋地呀 我说跟我模拟和女儿的对话 折腾了一页 反正很多的对话呀 折腾了一页 哎呀我说你这个水平啥水平啊 你这是个 我模拟一个父亲和女儿的对话 我是爸爸 你学习成果太糟糕了 他这个提问他强势给你改 你知道吗 我说你学习成果太差了 我跟他降了半天 他非得要我打成你学习成果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 太高了 你看 这里 你学习成果 你学习成果太差了 他说你学习成果太高了 这是什么话呀这是 我跟他修正了半天 也修正不了他 算了 我要惩罚你 他非得给我改升 我可以对不起你吗 这什么呀 就是我也不知道这啥回事 是不是我这个不花钱 他要求你升级吗 你觉得不好用升级吗 20美元一个月 我上哪里给他弄20美元去 我呀 20美元 要不你们资助我 资助我20美元 我给他弄 行吧